你的银行卡处于冻结状态,目前你的钱取不出来。某银行柜台的工作人员不耐烦地说道,只见银行大厅一位女子不断地撒泼,情绪看起来十分的不稳定,那是我的钱,你们凭什么私自冻结?你们哪来的权利? 只见柜台前的一位女子不断地诉说着自己的不满,我告诉你,你可别在这撒泼,你的钱又不是我冻结的,谁冻结的你找谁去,别在这打扰我工作银行柜员却不耐烦地说着,女子看着不耐烦的工作人员,内心有种说不出的委屈。 随即准备打电话,让警方来彻查这件事情,而柜员却轻描淡写地说着,随便,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矛盾,女子的账户为何被银行私自冻结,这些钱是否还能拿回来揭秘案件,动线真相,每一案都是社会的缩影,欢迎小七七文管,幸福家庭出现变故。 2017年,家主宁波的周女士正在公司,忙碌地敲打着键盘,完成上级领导布置的任务,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电脑屏幕,就在这时,一旁的手机嗡嗡作响,将沉迷工作的她拉回了现实,是自己母亲打来的。 喂,咋了吗,我在公司上班呢?周女士悠闲地说着,丝毫没有意识到接下来发生的变故,电话里的母亲带着颤抖的哭腔说着, 闺女啊,你爸现在在医院躺着呢?早上刚起床就晕倒在地上,人家医生说是头部血管破裂,出现了中风,医生说要是不手术就有生命危险。 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,击碎了周女士脆弱的小心脏,随即背上包,快速朝着医院赶去,她已经不在乎老板交代给自己的任务,一路上她的心里都非常的不安稳,不断地在内心祈祷着, 生怕自己的父亲发生什么意外,抵达医院之后,周女士首先看到的是病房内哭泣的母亲。 我爸这是咋回事啊?前两天不是好好的,身体一直那么硬朗,这突然那就中风了呀。 周女士着急忙慌地询问着,但母亲太过伤心,根本说不出话。 周女士望着SU里躺着的父亲,身上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管子,内心仿佛刀脚的一样,眼泪也止不住地从眼角落下,随后转头询问医生, 医生,我爸这情况很严重吗?能不能治好啊? 你父亲的病其实不是突然爆发,早在之前就出现过类似症状,只不过一直没有注意,才成这样的。 不过你父亲的病已经不能脱了,需要尽快地进行手术,否则随时可能威胁到生命安全。 医生这番意味深长的话,成为压倒周女士的最后一根稻草,原本就不太富裕的家庭,是否会因为这一场意外,变得更加雪上加霜? 而周女士的钱取不出来,究竟是为何? 听到父亲生命遭到威胁,周女士贪坐在地上,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切,要知道这个手术需要的钱很多,最关键的家庭条件并不富裕,平日里父母甚至连一顿婚的都不愿意吃, 这次父亲住在ICU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,急需治疗费用。 为了父亲的生命安全,周女士在病房外,卑微地请求着亲戚朋友借钱,距离手术费还差一万多元。 就在此时,周女士回想起,自己在银行存了三万块钱,这钱本来是周女士用来买车所用的,只不过这些跟父亲的命比这些根本不算傻。 随后,周女士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,马不停蹄地朝着银行跑去,拿出自己的银行卡,放进ATM中。 但不管周女士怎么弄ATM的屏幕,始终显示异常,开始她还以为是机器出现故障了,可没想到即使换了新的,还是显示终止服务。 难道是自己密码输错了?于是周女士重新输入了一遍,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,让周女士不理解的是,自己这钱一直都是只存不取的,也没出现什么违反规定的情况,为何会取不出来呢? 随后周女士选择去柜台询问工作人员。 你好,我的银行卡为何在ATM上取不出来呀?关键是我平常只存钱不取钱啊。 周女士略带疑惑地询问着,工作人员在一番操作之后,说着,很抱歉,您不能取钱,就是因为被冻结了。 听到这番话,周女士整个人愣住了,这可是父亲的救命钱,可不能冻结啊。 随后周女士的神态开始变得不安,不能啊,我啥都没干。 为啥银行卡会冻结呢? 柜台员工也只是摇了摇头,随后就继续玩手机了。 不行啊,我父亲现在在医院住院,非常需要里边的三万块钱,能不能帮我喊一下你们经理,或者你帮我查询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纵使周女士如此着急,但换来的是工作人员的不作为,而工作人员低头玩着手机,态度非常冷漠地说道, 这件事情不归我管,谁冻结的你就找谁吧,这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面对工作人员的态度,周女士瞬间火冒三丈,要知道银行作为一个服务行业,最基本的就是态度问题。 可是这位柜员不仅态度不好,还一副尸不关己高高挂气的样子。 不过周女士知道怒火解决不了问题,于是心平气和地再次说道, 那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下你们的领导,我问问他总行了吧? 我们领导需要提前预约,由于你没有提前预约,我没有义务帮你呼叫。 不过你可以选择,等银行调查完毕之后通知你。 柜员还是以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说道,听到这里,周女士以为有希望。 谁承想,柜员竟然直接来了剧,可能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调查完毕, 如果是平日里,几个月时间可能就等了,可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, 动手术刻不容缓,此时的周女士再也忍不了了。 你们银行究竟是什么态度啊? 我让你们帮我查一下你不查,喊一下领导你不喊, 你来这里难道就是来享福的吗? 周女士的内心仿佛有诉说不完的委屈, 于是就不断地开始在银行里撒泼, 巨大的动静吸引了其他人的眼光, 知道真相的路人也纷纷上前打抱不平。 可谁承想,这却激募了柜台工作人员, 每天办理业务的人没有一百也有几十, 那凭什么你想要这么特殊? 你说啥就是啥? 这番说辞直接点燃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, 周女士的眼泪不自觉地从眼角滑落, 不过很快她就调整了过来, 拍了拍身上朝着银行门口走去, 大家快看啊, 就是这个银行, 不仅无缘无故给账户冻结了, 还不断地打马虎眼, 以此来逃避事实, 不给老百姓的钱当钱。 很快银行门口聚集了在这里存过钱的人。 跟随周女士不断地声讨, 为了防止实情闹大, 嚣张跋扈的柜台员工, 拨通了经理的电话号码, 经理, 银行里边有人闹事, 你快来看看吧。 很快经理就开着车来到了现场, 大家安静安静, 我是银行的经理, 你们有啥事跟我说一下。 随后周女士就上前说着, 我的银行账户冻结了, 李斌现在有三万块钱, 是我爸的救命钱, 他现在着急手术, 你们员工好不愿意帮我解决。 很不好意思女士, 银行账户冻结并不是我们私自做的决定, 而是警方交代给我们的任务, 虽然我们很想帮助你, 但我们确实没有这个权限, 建议您去公安局询问一下, 很抱歉给您带来麻烦。 经理用着委婉的语气说着, 诈骗团伙从中作祟, 了解了大概情况之后, 周女士也向经理道了个歉, 随后朝着公安局出发, 希望能够赶紧将银行账户给解开。 警方在了解事情大概之后, 告诉周女士, 该账户是北京的警方给冻结了, 是因为当地有一起诈骗案, 里边就出现了周女士的账户, 出于安全考虑只能先冻结了, 虽然实际原因了解了, 但自己账户上就三万块钱, 也能被诈骗方给盯上, 为了拿到这笔救命钱, 周女士联系到了北京警方, 警方告诉她, 现在这个跨省诈骗团伙还没有被抓捕, 暂时不能进行解冻, 可是这笔钱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, 我的父亲在医院住院, 急需这笔钱进行治疗, 就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解冻我的银行账户吗? 周女士用着哭腔询问道, 此时警方意识到, 周女士的事情更加重要, 不能因为一起案件耽误了治疗, 于是告诉周女士, 将能够证明身份信息的东西, 上交给当地公安局, 如果核对成功, 那么就可以给其进行解冻, 很快在当地警方的帮助下, 周女士得到了解冻的权限, 在北京警方的帮助下, 周女士成功拿到了银行卡中的三万块钱, 而警方的迅速也成功得到了周女士的认可, 不过这笔钱本来就是周女士的, 只不过取钱的过程有些许的煎熬, 不管怎样, 银行的做法都是不妥当的, 虽然他们根据规定办事没有问题, 但他们早已忘了自己的本职工作, 要以顾客至上, 虽然规矩是冰冷的, 但人心是热的, 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信任, 银行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保证百姓们的账户安全, 而不是面对自己的失误选择不作为, 如果是这样, 怎么会有人愿意相信银行是安全的呢? 作为服务行业的人, 首先要做到的就是, 在工作态度这方面, 能够得到顾客的认可, 这样才赔成的上市优秀, 但如果面对紧急情况都不懂得变通, 即使是号称安全的银行, 也不会有人放心将钱交给银行保管。